本周过一排行榜由All Music提供 上周过一排行第五名 罗志祥够了 是罗志祥第一首创作主打歌 以社会观察者的角度 写下当今社会充斥的 网络霸凌的真实心情故事 罗志祥两年没有出唱片了 在拍电影和参加真人秀的空档 他从真实生活中得到许多灵感 这次用J的方式 和大家一起讨论和创作 果然很有个人风格呢 上周过一排行第四名 恭喜近榜 朱丽静 安静 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合唱 也是偶像剧爱上歌们的插曲 两位实力牌唱将 首度合作谱曲创作 演唱男女对唱情歌 浪漫平易的港琴弦乐编曲 搭配陈世安稳健略带沙哑的嗓音 混大株丽静 透亮温暖的声线 意外match的爱恋频率 演绎出成熟多位男女的内心世界 确定了永远 有些事我需要出生 有些爱让心更丰盛 你的头头在飞落 我要体温灿烂成缤纷 给你幸福的可能 是我最好的天分 此生唯一的人生 上周故意排行第三名 《维里安 别说没爱过》 也是戏剧制第三者的片尾曲 维里安在获得第22届金曲 最佳新人之后 2015年不负众望 再度勇夺金曲最佳作曲奖 在许多月份上的新常诗 让人大活过允之余 许多人都引起期盼 能够再一次听到 最远之远味的韦氏情歌 别说没爱过 别说没有错 爱是一列开往 没有尽头的内疚 别说没有伤口 代表没有痛过 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 上周故意排行第二名 《蝎鱼与天富珍 小幸运》 蝉联许主的冠军 总算让出宝座了 在其他与钢琴的编制下 回忆的曾经就像是 每个片段一般 揭开青春的序幕 而滂沱的弦乐 以及鼓声的交织 随着天富珍的身陷起伏 像是诉说一段 过往逝去的悸动 同时也带你一起青春的撼动 冲燃年少情怀的那份感动 人的真心与你相遇 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你张开了双翼 遇见你的注定 她会有多幸运 上周过一堂第一名 恭喜邓紫棋再见 华语天后邓紫棋 第一张全创作视听专辑 正式发行 这首再见 描述情人之间的矛盾心情 她希望透过视觉的力量 以美式摇滚情歌的铺陈 加上MV的拍摄手法 让人看到跟选秀舞台 不一样的邓紫棋 恭喜正式冲上冠军宝座 说再见 你去再见 让爱变得表面 真的不用说再见 就算再见 结局不敢念 就算我和你直接 让的世界 再也没有交接 不用道歉 就真的再见 爱情到终点 我们只能说再见 爱情到终点 爱情到终点 我们只能说再见 爱情到终点 我们只能说再见 本周西洋排行榜单 由All Music提供 上周西洋排行第五名 One Direction Perfect 来自英国爱尔兰的 一世代One Direction 出道至今 打破许多YouTube Vivo以及iTunes的记录 号称全球最强男团 最新单曲舍播 马上造成热潮 强势上榜 这首浪漫的情歌 由五位大男孩 唱出来的瞬间 掳获了全球少女的心 赶快把它收进歌单 每天听吧 字幕志愿者 费用当手 上周西洋排行榜第四名 乔玉明 Beautiful Melody 距离首张创作专辑明天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乔玉明因为身体的健康问题 看见了不同的自己 他经历了生命中的各种挑战与可能 还有音乐中心找到自己的步调 MV更请到宋玉华来特别演出 Just how wonderful you are And you make me woozy How you do that to me Find myself lost again and again In your beautiful melody 上周西洋排行第三名 恭喜金榜小贾斯丁 Justin Bieber Sorry 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 收起过去胡闹爱玩的形象 专心制作的新专辑Purpose 最新单曲Sorry 仿佛诉说着他这一年来的心境 这首歌由Dance以及Acoustic 等多样化的版本 让人看到退片后的Justin Bieber 为了这张专辑的推出 更宣布了2016年将举行58站的巡回演唱会 Bout once or twice Bout once or twice Bout once or twice I mean maybe a couple of hundred times So let me oh let me Redeem or redeem all myself tonight Cause I just need One more shot at second chances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I'm sorry now 上周西洋排行第二名 《玩命关头期》电影原生代 See You Again 由美国歌手维茲卡利法 以及查理普斯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 收录在电影《玩命关头期》 的《原生代》当中 也是电影的片尾曲和主题曲 歌曲已经在20多个国家的 音乐排行榜上登顶 这首歌也是为了缅怀 因为车祸世事的演员 保罗沃克而创作的 上周西洋排行榜第一名 Red Food 《Milk Den》 这首歌实在太受欢迎了 从校本部单飞后的 Red Food的个人单曲《Milk Den》 在西洋排行榜始终维持一定的热度 近期更是横扫夜店 成为排行榜宠儿 这首作品除了Red Food 本身之外 另一个难以忽悠的部分 就是歌曲中超响戏的 萨斯风独奏了 这位以Sexy Sucks Man名号 闯荡乐团的乐手 确实来头不小 也让他成为网路超红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